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真的是美得不肯放我 晚安 我的你了 晚安 宝贝 新律师 我真的不能陪你 我很难受 我想去医院 你怎么这样 我都回答你问题了 你再耍赖 新律师 一个好律师 不是仅以对合错来衡量的 你为什么要用道德谴责我 你想说我自私 你为什么要用的 如果你所谓的那些 假设的债权人 都是一群普通人 他有每一个人 拿自己的血汗钱来做投资 最后你们为了 保全你们的利益 掩盖真相 等到他们去本屋 贵书 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好律师吗 抱歉 我当然觉得我是啊 所有的投资 都是有风险的 你当初冲着 高回报率去的时候 就该想到 有一天会爆雷 亏你还是学金融的 这点风险意识都没有吗 愿赌服输不存在吗 肯定就是因为你的悲天敏 所以 你现在只能做一个顾民 新化费用了就叫8% 我也听 12% 16% 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3% 好的 新化收获赶紧报 他在竞争对手 刚刚推出了新一级产品 他们公司现在一文不值 我外出 我我我我我 咱们的商费 我回来 我我我我 我我我 费用了 他肯定是 famili 我 我都教我 我 有什么 都说了 我 审美的不处放屋 晚安 我的女郎 晚安 宝贝 这个情诗啊 说起来真浪漫 以后每天都想听到呢 把它设置为手机铃声好吗 这次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当然了 我只需要微笑配合就好了 对吧 微笑都不用 你就保持你一贯的高冷就好了 那录音真的要删掉吗 好想留着听 删删删 对了 把你的手给我 完美 可以走了